交通部宣布推出陆客高端团 业者预估一年还可以再增加6万顶级客户 再加上原本每天的5000名额的额度 为观光业者带来利多 其中是以国宾 金华 六福 还有芙蓉等等的五星级饭店集团受贿最大 有助于旅馆业的获利再提升